那你回来之后北京也有很多山啊 你有没有爬 也有爬 但是路线没有台湾那么惊险刺激 高山零食像是能量棒啊 还有盐糖这些东西在那边 就是很普遍能买到 但是在这边就没有那么多 那边我吃的盐糖 能量棒还有可苦鸭口这些 本上都是从日本进口的 或者西班牙进口的 但这边基本上就是国产的 就是咱这东西虽然多 但是可能那种物没有那些进口的好 不过相比于台湾那边 因为我是在台中那边生活 经常喜欢去草屋道广场 草屋道广场那边 每天晚上都会有一些仪式 可以卖一些手工制作的文化品 或者那边有街头艺人 在那边唱歌 但这边相比于那边就要单调一些 哈喽大家好 我是小杜 也是老体 因为我们俩都属于在台湾念书 然后已经毕业了的状态 所以我也特别想采访一下 你觉得是在台湾念书的时候好呢 还是像回来过这种 就是现实生活比较好 其实还是在读书的时候比较好 如果还有一次机会 就是开放之后 你还会去台湾吗 要的要的 那边有一些地方我还挺想去的 但当时上学期间还没有机会去过 比如说登山路线像是甘卓腕 还有马脖横段我都没有去过 但那些我都很吸引我还想再去的 好强啊 那你回来之后北京也有很多山 有没有爬 也有爬 但是路线没有台湾那么惊险刺激 很多都是人走过的 那你觉得就是有没有在台湾 或者在大陆看的事 没做的 也有一些 比如说在台湾那边 如果要是登山的话 就是高山零食 像是能量棒啊 还有盐糖这些东西 在那边就是很普遍能买到 但是在这边就没有那么多 好不容易可以在拼多多上淘宝上 买到一点点 但是买到那些的效果 也都没有在那边吃的那个能量棒那么好用 像这边吃完了就跟饼干似的 过不了多会儿就又消耗完了 是一个牌子的吗 不是一个牌子 也不是一个牌子的 那边我吃的盐糖 能量棒 还有刻骨鸭口这些 本上都是从日本进口的 或者西班牙进口的 但这边基本上就是国产的 都是广东那边生产的 就是咱这东西虽然多 但是可能给荣物也没有那些进口的好 对 我们俩现在在这个位置呢 是石井山的一个公园 就是那种小区中间的公园吗 城市公园 城市公园 这个地方还是台湾跟大陆的公园 还是有一点不一样的 这也是他之前跟我说 他就是刚回来的时候 有点不习惯的一个地方 这边的公园也算是我一般下班以后 或者吃完饭后 经常来这边跑步散步的 这个也是我在台湾养成的一个习惯 不过相比于台湾那边 因为我是在台中那边生活 经常喜欢去那个草屋道广场 草屋道广场那边 每天晚上都会有一些仪式 可以卖一些手工制作的文创饼 或者那边有街头艺人 在那边唱歌 但这边相比那边又要说要单调一些 晚上单纯只有吃完饭 出来散散步的 或者是年轻人在这边玩一玩滑板的 就没有那些音乐集市什么的 对 一般这些都是用小孩或者是中老年人 好 好